我是Kenny,今天仍然是11月15日的賽事 選擇第一場 第一場我喜歡的馬就是籃球鑽石 這隻前速也是很快的馬 今天第一場賽事 我最喜歡籃球鑽石 上次轉瘡馬 轉到苗麗德 初出 跑進一個場地 我認為跑法有利 在發活谷 可以等到比較前的位置 可以拿去做膽 因為苗麗德轉瘡馬 希望快些交代 第一隻要選擇的配角 就是金威里 前一次我買了 跑到沒有拍 上次轉瘡馬 他轉到第二 今天用過莫雷拉 莫雷拉 多數都沒有銀分 但不要他 馬好 人熱 四位也好 不要他 我經常都說 好像違反了數據 但我不會拿去做膽 如果中隻 不是很難的 變成沒有錢 我便拿去做配角 為你 第二隻要選擇的配角 就是12號 這隻 又是轉瘡馬 勁進王區 這些不定強馬房 的寶藏 轉到河梁馬房 上次已經跑到PACE 今天借過楊明倫回來 再減多兩磅 揹個超輕磅 114 2位 為什麼我會留意這隻馬呢 就是他 不知道上次還是前次 我都不記得了 下了很多很多票 證明幕後覺得這隻馬 還在這班次揹個這樣 肯定是很有競爭能力 才這樣下飛 我覺得他轉瘡馬 在河梁馬房 轉瘡 下飛 上次 贏不了馬 交代不了 我覺得他仍然有鬥志去交代 既然這些不定強馬房 有鬥志去交代 那些註票就不能省 再選擇一隻冷門 就是霍利時馬房的雷超 這隻年輕側身馬 這麼快 下飛到五班 背過130磅 借過梁家俊回來 上一次已經跑過第五了 你看看這一堆馬 整堆馬都跑到又殘又盛了 只有一隻雷超 叫做質身一點 還有一隻雪山神鷹 就不可以的 這隻雷超 若然上次已經一落五班 跑過第五了 減分 減得很快 若然真的有些質素 有少少質素 年輕馬 有些進步 今季成熟多一歲 這些馬 隨時一個玩在手上 就全部都不奇怪 這隻冷門 雷超 我覺得是不容忽視的馬 但是 如果要選擇膽的話 我覺得都是籃球鑽石做膽 比較安全 配腳 有這隻 勁進王駒 雷超 還有金威里 勁進王駒 這三隻配腳 變成籃球鑽石 拖雷超 金威里 勁進王駒 這三隻 第一場的介紹就是這裏 多謝大家有訂閱我youtube頻道的朋友 如果大家覺得我是比較有心思 去講這些馬 和大家交流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我的影片 給個like 如果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希望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支持一下我 而不要說話一塊塊的朋友 希望不要見怪 給我一些機會 慢慢改善 好了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第一場介紹就到這裏 希望大家多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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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